好 开始上课 那今天我给大家就是讲一个软件 就是Capture One 就是第一 第二就是还是要来回顾一下上节课的作业 上节课就是关于黑白上色这个问题 就是能够检测出来同学们对于色彩的一个理解能力 我们先来看一下同学们的一些作业的问题 首先阿肚肚这个做的挺好的 皮肤颜色 嘴唇的颜色 包括背景墙 天空的颜色都是很正常的 其实做这个作业的话 我是不要求大家做的多好看 就是一定要达到颜色很准确 颜色很准确就对了 好 现在我讲它的时候 你们不要不要在这里说话 说话的时候我要看一次 我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车祸现场 晨光秋叶 从这张图就能看到 你对于皮肤颜色的理解是有问题的 人的皮肤不可能是这种红色 应该是像亚洲人 不管亚洲人也好 其他肤色肤色他们也好 绝对不是这个红色 肯定要偏黄 所以说你在肤色控制上面有问题 肤色控制有问题 所以说这个就是你现在所存在的问题 你下来之后要好好去研究一下 什么是什么才是正常的肤色 其他的背景墙啊 天空颜色都是没问题 就是肤色控制 这块有点弱 这个就是你现在存在的问题 下来多去练一下 对于肤色的这块 这个肤色很正常 因为像外国人 他皮肤本来就有点偏白 白种人的话 这个肤色很正常 天空的颜色也还可以 也还可以 然后地的颜色 地的颜色 这里这个区域地的颜色 我觉得稍微是亮了一点 本身的话 我觉得它不会这么亮 即使这么亮的话 它也应该有一个过渡 所以说你的这个地 并没有很融进去 没有很融进去 这个是这个色彩的问题 第二就是这个沙发的颜色 虽然说颜色是没有问题 但是它的亮度没对 亮度没对 这也就是你在平时做图的时候 需要观察 需要加强一个观察力 需要加强一个观察力 观察力如果说你的观察不够 那你修偏 修的时候也会存在很多问题 所以这个黑白上色 其实是很去考验大家的一个 对于色彩把控和环境光 还有它的融洽度 的一个能力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还是有问题 融合度不够 明显的背景 明显的这个地的颜色没对 头发 头发还可以 中规中矩 中规中矩 好 融合度不够 斯卡 哇 你这是绿毛怪啊 首先天空颜色 还有就是 头发的颜色 我觉得也是有问题 头发不可能是这种颜色 即使是绿色头发 也不可能是这种颜色 不是很融 不是很融 然后对于这些 这种细节的处理 就是你上色的时候 你看衣服的边 衣服的边 它还有这种色块 就是我们平时 我不是说这张图 我们平时在处理一些 比如说我们要压背景 或者是人物要体量 背景不变的情况下 那我们的 那个服装的这些周围 一定不要存在这种色 这种颜色的溢出 这种不叫溢出 这种颜色带边的 就是它影响到了环境 这个是我们在 后期处理的时候 一定不能存在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在处理 这些图的时候 一般能说就要放大 放大去 放大去 去修 然后这张图 存在的问题比较大 天空 颜色 颜色组合 然后包括地上的 融洽度 都是不够的 下来要加强 要努力 小坏的爸爸这张图没有问题 挺好的 是我看来 算比较好的作业之一 各方面都挺不错的 都挺不错 这是谁的呀 没有标名字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就是肤色还是稍微红了一点 稍微把红降一点 靠一点那个黄色 然后裙子的颜色 和鞋子的颜色 我觉得是不是很自然 就是不是很自然 它的融洽度不够 不够融合 不够融合 其他的可以 其他天空颜色呀 这些都没问题 就是第一肤色 第二就是对于蓝色的把控上面 不可能它那个蓝色 这么这么这么亮 应该是 即使要用这个颜色的话 都要把它稍微压暗一点 小黄帝 你的这个皮肤的颜色 还是有一点小问题 但是问题不是很大 皮肤颜色有一点小问题 但是这个嘴唇的颜色 你如果说是调这种皮肤的话 嘴唇的颜色就是太浅了一点 没有反差 所以说感觉会很怪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还是裙子的问题 你的裙子颜色太跳 当我们在修一张图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什么是 什么是应该突出的地方 什么是应该 什么是不应该突出的地方 像你这张图 我闭着眼睛 睁开眼第一眼就会看到裙子 而不是人 所以说你对于主体的认识还不够 什么地方应该让它突出 什么地方应该让它弱化 这些东西下来要好好研究一下 通过这张图就可以看到 我们平时在修图时候的一些问题所在 好 天空的颜色中规中矩 还是有点亮 有点亮不够融洽 稍微暗一点 可能会更好 我继续 清晰度的话 因为是在线课 肯定会有压缩 如果说想看很高清的 就下来复习的时候 用高清录像看 用高清录像 这张图也是 首先你们对于天空的颜色理解没有对 天空不可能是这种绿色 天空不可能是这种绿色 肤色包括头发 还有就是服装的这些都没有多大问题 没有多大问题 主要存在的问题就在于天空 然后地的颜色 地的亮度也是稍微有一点点亮 但是不是很严重 唯一的问题就是 你的这个沙发的颜色和这个颜色 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好看 就是颜色的搭配 所以说你下来以后 就是多去看一下颜色搭配的一些书 或者是一些资料 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增强你对这种美学 要增强这种审美的一些东西 一些东西 配色方面有问题 所以说你看 看黑白上色就能看到 大家平时修图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这个明显也是有问题的 第一天空的颜色 天空颜色即使是黄昏 也不可能是这种颜色 而且它的天和地 感觉是一体的 没有什么层次 所以说这个还是有很大问题的 下来还是要多去看一下 天到底应该是个什么颜色的天 那你就要修什么颜色的天 不过你这样修出来的话 肯定就不行 对吧 有问题 肤色这块倒是没多大问题 因为这个颜色 这张照片里 你们在处理肤色的时候 就是要稍微淡一点 这个没有多大问题 然后沙发 沙发的颜色还是太亮 像这种情况的话 比如说我们在处理这张图 如果说要我处理的话 我可能第一个要处理的 就是要把沙发给压暗 你这样太跳了以后 感觉就会很假 大家感觉到没有 非常的假 所以说这就是问题 下来也是 这个要加油 这张图有几个问题要注意一下 第一就是天空的颜色 还是天空的颜色 我建议你们在修图的时候 多去可以找一点样片来照着去修 你这样的话 你就能修出感觉 你像现在这张图的话 明显就是天空 天空和这个地 它的那个还是融洽度不够 怎么说呢 就是感觉这个土地是后期加上去的一样 就是它的那个亮度和对比度 不是一体的这张图 感觉就是 就是这个这个东西都是后期加上去的 不是很自然 当然这个地和沙发的那个配合 倒是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这张图的主要问题就是 它的几个关系点 就是比如说地和人和天 它的一个融洽度 它的一个关系 对比关系 应该是对比关系和亮度关系没有对 所以说感觉是人和地是加上去的 然后天是一个素材在那里 就是这种感觉 其实色彩方面的话都是没多大问题 就是配合的问题 还有就是天空和地的颜色搭配也是有点小问题 这张图还是我刚刚讲的还是哪些老问题 天空 地 沙发 沙发和地的关系 天空 天空的颜色问题 这张图 这张图 融洽度倒是够 就是感觉还是配色的问题 就是天空和地 它的感觉 它的色温就是 它存在于这个画面当中 它的色温感觉是没有对的 所以说感觉会很奇怪 很奇怪 还是配色的问题 然后沙发还有就是这个场地 还有就是沙发的明暗关系 沙发太亮了 太刺眼了 所以说你们上色出来以后 观察到这些 比如说亮度啊 这些有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就去处理它 你如果说不处理的话 就感觉 感觉是怪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平时 在处理照片的时候 一定要去观察 一定要去观察 其实我们在处理照片 其实就是在 找这段照片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找出照片的问题以后 我们就去处理 处理以后 然后我们再去调色啊 这些东西 对吧 我们修照片之前 先要看一下 这段照片存不存在 存不存在问题 如果说有问题 我们要先解决 解决好以后 然后咱们再调色这些东西 其他的没有 还有就是这个衣服啊 这些搭配 颜色搭配 颜色搭配上面 不是很好看 颜色搭配 李坤 你看这张图 其实肤色呀 天空的颜色呀 都是问题不大 但是你觉得 人会不会是这个橙色呀 你这个嘴唇的颜色都没有做 那肯定嘴唇的颜色 就是不过关的呀 对吧 唯一的问题就是 嘴唇没有做啊 应该是忘掉了 是吧 这张图肤色问题啊 肤色问题 肤色太浓了 肤色太浓了 然后和环境 然后和环境 和环境的颜色不是很搭 感觉也是我刚刚说那样 感觉这个人就是 就是在棚里面勾出来 然后放进去的一样 它和环境搭不起 然后就是肤色 然后就是肤色过于浓烈了一些 然后和环境 环境本来总装图的一个饱和度 它并不是很高 但是突然 感觉就是 就像 到在其他地方 在其他地方 找了一张饱和度很高的人 然后放到里面去 一样 它的根本就融不起来 所以说这就是这张图的问题 想来好好仔细去观察一下 我刚刚说的这些问题 然后在修图 在自己修图的时候 就应该去避免这些东西 诶 这张图刚刚讲过没有 哦 没讲过 你们都喜欢红色呀 这个红色感觉不是很好看 不是很好看 红色太跳 还是太跳 你们上了红色的衣服以后 没有去降它的一个亮度 所以说感觉会很刺眼 然后肤色 肤色的问题比较重啊 这个肤色是没有血色的 所以说你要 你要再把肤色的饱和度提起来 刚刚那个饱和度是过高 但是你这个是欠饱和 饱和度不够 感觉是没有血色 天空 还有就是包括背景墙 背景墙这个颜色 也是有一点怪 对于高光色的控制 特别是对于这种白色的墙的控制 你可以不用加这么多 反正不是配合起来不是很好看 这张图 肤色有点问题 肤色没有对 肤色太黄了一点 太黄了 然后感觉就像什么什么什么 得了黄胆病一样 这个肤色没有对 肤色没对 天空的颜色中规中矩可以 然后还是老问题 地面的这个颜色亮度太高 没有压下来 没有压下来以后就存在 还是那个样子 融洽度不够 这个地的颜色没有对 下来把肤色改了 然后把地的颜色稍微压暗一点 然后饱和度不要这么高 就OK了 十一这张图 嗯 饱和度不够哈 皮肤的饱和度不够 还是没有血 没有血色 就是刚刚那个唇色的问题 皮肤 皮肤的颜色 没有够 没有够哈 没有够 嘴唇 嘴唇也可以跟着 跟着加 跟着皮肤一起加一点饱和度 然后背景色 稍微也是饱和度不够 整体的饱和度需要加 整体饱和度需要加 四里这个图融合度够 然后天空的颜色 稍微强了一点点 饱和度稍微高了一点点 就感觉 还是那个样子 就是它和下面的图 它们之间的一个色温关系没有对 所以说感觉有点假 肤色呀 其实这些东西都还可以 就是 就是我刚刚说的 色彩搭配的问题 这个地和天的颜色 没有搭配好 没有搭配好 这个就是色温偏高 也就是稍微偏黄了一点 包括皮肤也是 背景也是 整体都稍微偏黄了一点 假如说这张图 如果说是我的话 我拿来再用色彩平衡 去把中间调和高光的那个黄色 稍微降一点 那这张图肯定就对了 就是黄色稍微高了一点 然后再稍微的去提点 那个色彩平衡的红色 提点上去 剪一点黄色 那这张图就够了 就没问题 好 这张图还是有点小问题的 这张图 说实话 像这张图确实难度要大很多 所以说 大家没有修好也没有关系 确实 这个东西是 这个东西虽然说很难 但是能看到一些 平时大家 在修图的时候 对于色彩的认识方面的问题 我觉得大家下来应该 好好去思考一下 我刚刚说的 你们修 上好的颜色 你们多去思考一下 看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下来自己就去 找这方面的解决办法 对吧 可以多去看图 可以多去下一些 好的图片啊 这些东西 都是可以的 好 这张图 色彩方面没有多大问题 色彩方面没有多大问题 就是还是 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就是地 地的亮度太高 所以说感觉会很跳 跳得太出来了 然后天空的饱和度不够 天空饱和度不够 地上 地上这个颜色的话 可以稍微浓一点 稍微暗一点 这样的话就好很多 这就是你们上节课的一些作业 还是有很多问题的呀 大家向来多去看一下 这些一些有用的片子 然后我先把这节课的作业布置了 其实这节课的作业 我不是想 不是想让大家去用Capture One 然后调一些什么 什么图片 其实这节课的作业是为下节课做准备 就是在下节课上课之前 在下节课上课之前 你们每人休息 每人准备 两千张 你们觉得好的片子 而且这两千张 我不要你们以前存在电脑上的 我要从今天开始 你们去网上找的一些 你们觉得非常好的作品 两千张 然后发给我 不用发给我 你到时候你们直接用就可以 两千 不是很多 两周时间两千张作品 我觉得根本就很少 不要以为很多 两千张真的是很少 为什么要布置这个作业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 对于修图也好 对于 对于 比如说拍片也好 其实很多时候 你们是缺少去看好作品的一个 一个什么 应该说是 习惯问题 所以说我要让你们养成这种 去收集片子的一个习惯 这两周时间 两千张 我觉得不是很多 不要找以前的图片来充数 拿来干嘛 拿来是 其实这两千张 我不要你们教 你们就是 我要 我要让你们养成这个习惯 去收集好的作品 放在电脑上 这个是对你们自己有好处的 不用纯网盘 这个东西 我不是让你们交作业 你们到时候直接 给我 结张图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有两千张照片 给我结张图就可以了 我是让你们 培养这个习惯 去收集一些好的片子 然后你们在每次修图的时候 你们在每次修图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拿这些片子 拿来做一些参考 做一些对比 喜欢的不是很多 你可以去Flyker 还有500px 然后中国视觉联盟 总会有很多 你们自己喜欢的作品 如果喜欢的 喜欢的不多 喜欢的不多 可以 我觉得那些网站 应该都是很好的网站 中国视觉联盟 我说了很多次了 CNU就是 对 我希望这个作业的话 大家下节课上课的时候 都给我截图 截图就可以 然后下节课 我是这样想的 我是想的是 下节课 我会讲一些 我收集的一些照片 就是一些比较好的照片 比如说小青星也好 比如说 比如说就是情绪片也好 比如说还就是一些国外的片子也好 我给大家讲一下 如何才是一张好片子 我觉得你们现在就是 很多时候修片的时候 就是一些审美的观念有问题 比如说 比如说 比如说你们的片子存在 比如说这张灰度不够啊 还就是 比如说这张色彩太浓了 对吧 你们没有一个好的标准 没有一个好的标准 所以说下节课我会 这段时间 在年前的时候 我都会去多讲一些 关于审美的一些东西 跟大家 然后其实现在 这怎么去调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 很清楚的 只是说 只是说现在你们 老子里面的一个标准 还没有去定下来 就是不知道 什么片子好看 什么片子不好看 对吧 所以说下节课我会重点 讲一下审美的一些东西 对 什么标准 就是就像我上节课 讲的一个直方图一样 你有了这个直方图 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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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出很好看的照片 你可以知道 我的曝光 高光是什么问题 阴影是什么问题 对吧 好 那我们继续 继续讲 讲课 继续讲课 好 今天 第二个内容就是说 这个 Capture One 为什么 讲这个软件呢 其实 这个软件是 它的作用 它的作用 其实它是和 它是和那个 Lightroom 它是一个道理的 都是导出性的软件 就是说 我们在用相机的 入格式拍照以后 然后用这个软件 导成我们所要得到 想要进PS的一些 一个标准 就是把它导成PST 或者TIFF格式 然后这个软件 它是属于稍微高端一点的 一个软件 在我们国内 不管是国内也好 还是国外也好 其实他们 包括国内的一线摄影师 其实他们一线摄影师 80% 都是用的这个软件 而不是用的Lightroom 所以说 我把这个软件 是想了一下 我还是决定交给大家 因为 多会一样东西 总是好的吧 然后 你们也可以自己下来 可以 可以平时用Lightroom修也好 用这个软件修也好 反正 都可以达到 共同的目的 但是这个软件 相对于Lightroom来说的话 它的可调性 还有就是 专业性 都要墙上不少 所以说我会把这个软件 交给大家 交给大家 稍等一下 喝喝水 8.1 装不上 不会吧 好 这个Capture One 它这个软件 其实是中化幅相机 哈苏 这个厂商生产的一个软件 它的功能性 它的兼容性也是很强 包括尼康啊 只要你升级最新的新 最新的版本 其实它的兼容性是非常强的 好 然后我们 平时打开软件以后 打开软件以后 它有的时候会跳出一个对话框 有的时候也不会跳出来 是因为我们在每次 每次修图之前 它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新绘画和新目录 它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它的区别就在于 新目录 它相当于是 像苹果软件里边有一个图片 有一个相册一样 它是 它这个软件自己为你新建目录 所以说 这个很不方便我们平时 对我们的文件夹进行一些管理 所以说 我是 我不是很推荐大家用新目录 这个对话框 新目录对话框 然后一般来说 我们 我们比如说一组新片 我们要在Capture One里面去修 那我是推荐使用新绘画 这样方便 就是像Lightroom一样 方便管理 方便管理 好 那新绘画 那我们平时修图以后 我们相机 连上电脑 或者是把储存卡 储存卡 然后插入电脑以后 我们先可以不用 直接在这里边去新建文件夹 可以不用这样去新建文件夹 可以直接先打开Capture One 然后新绘画 新绘画 点开以后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对话框 然后名称就无所谓 名称随便 就比如说绘画 好 然后第二点 这里有一个地点 这里有个地点 然后我们就在这里去选择 我们所要新建的一个文件夹 比如说 比如说 我要把我现在卡里面的图片 我要把它考出来 我就在这里点准摄摄影 比如说今天是27号 我刚刚建了一个 我把它删掉 删不掉 那我就建一个28号的 在这里 先建一个 比如说2015年12月28号 我今天拍的片子 好 选择以后我们点它 然后选择文件夹 这样就选择了 文件一个 一个是2月28号 我今天拍的文件夹 就 其实这个就是相当于我们在 我们在那个 电脑里面新建文件夹是一样的 当然我们在这里建文件夹 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建了以后 它会在文件夹的里面 有几个子文件夹 这几个子文件夹分别是 表示几个东西 我待会给大家讲 比如说这个capture 这个capture就是我们平时拍的照片 一般就是靠到这里边去 然后选择文件夹 就是我们比如说打星标的 它可以直接到这里边去 输出文件夹 就是我们在这里 比如说要输出成PST格式 它就直接会 会到输出的文件夹去 好 大概就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点确定 点确定以后 然后我们 好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里面就可以看一下 看到没有 这里就新建了一个 12月28号的文件夹 然后里边有一个绘画 就是我刚刚命的名字 然后下面这几个子文件夹 子文件夹 就是我们所要 比如说在capture1里面修改的文件夹 然后我们就把相机里边 比如说这张卡里面的图片 卡里面的图片 我们直接拷贝到capture1 这个文件夹里面 比如说我来试一下 我现在打个capture1这个文件夹 然后我随便选择一个 随便选择一个文件 比如说这个是 这个是卡里面的文件 我假如说话 假如说这个是卡里面的文件 好 我选一些 然后直接拷贝到这个文件夹里面来 好 拷好了是吧 拷好了 然后我们再进入这个对话框里边 然后进入这个软件里边 看不清屏幕吗 到时候你们先下架 因为这个字体确实有点小 我是用的Windows 好 那我们现在进入软件以后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软件的界面 首先上面这几个东西 就是 首先来讲一下 这个导入图像 导入图像就是 比如说 我刚刚 我刚刚在文件夹里边 我可以选择那样 直接拷到那个capture 那个文件里边 也可以选择直接在这里 选择导入图像 你可以在这里选择导入图像 它也选 它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你可以选择 比如说从哪里 从哪里导出 就是你这里就去选择U盘的位置 然后从这里也可以 比如说储存到就是不这文件夹 就是capture one那个文件夹 好 你这里选择以后 点这里导入全部 就是和刚刚那个拷贝进去 是一样的道理 只是看你怎么操作都可以 都可以 好 然后这个第二个 第二个有一个相机类的标志 这个是capture one 一个固有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在棚里边拍 它可以使用连机拍摄 什么是连机拍摄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 把现在打开电脑 打开这个软件 然后连上相机 然后我们在相机拍一张以后 然后它就直接通过相机 就传输到这个capture one 这个里边 它就直接传输进来 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拍商业人像的时候 客户在 对吧 客户经常要 比如说要看你拍的片子 是什么样子的呀 那这个时候 肯定就要连机拍摄呀 对吧 你拍一张 它能它能在屏幕上 看到你拍出来是什么效果 方便于它选片 对吧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就是在拍摄一张以后 我们先修一张 我们按照这个 我们按照一张拍的那张图 我们先修一张出来 修了以后 这个颜色很漂亮了 然后我们就继续拍 然后我们后面拍的照片 它就是 后面拍摄的照片 它就是我们修出来的效果 所以说客户看到 就会觉得这个摄影师好专业 直接拍出来的原片就是非常好看 这样就是给客户建立一个很好的印象 印象分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拍那种高端的商业摄影 然后呢 这个软件还有一个用处就是 它可以通过无线WiFi连接到 比如说你在iPad iPad里面装一个配套的一个Capture Capture One的一个配套软件 然后你连接拍一张图以后 然后不仅是在电脑上显示 然后它还会在iPad的客户端上去显示 所以说这就很方便 而且iPad的客户端也可以去打新标 就方便客户去选择一些 他们比如说客人 他们觉得很好的片子 他们可以自己去打新标 这样就很方便 这个就是这个软件 为什么商业摄影师很多时候会用这个软件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连接拍摄 因为现在是我没有连接相机 所以说这个是灰色的 下来你们如果说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试一下 怎么连相机 然后再往上去买一个连接线 就是比如说你什么牌子的相机 你直接输直接输入那个连接线 连接拍摄的连接线就可以 肯定有苹果版本的 我就是用的苹果版本 我就是讲课的时候才下的这个Windows版本 好 这个是连接拍摄 然后后面这个 比如说这个是旋转 就是旋转我们图像 然后移动 这些都是很简单的东西 下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比如说删除 然后这个是返回 这个一个箭头 前面有一个一束的 这个返回是就是返回到最初始的状态 这个是返回到最初始的状态 然后这个返回 然后这个是往前一步返回 好 这大概就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类似于多张图片的那个图标 就是说 假如说我们在选择两张三张图片 可以进行批处理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有用 待会我给大家讲 好下来 然后 然后下面这几个就是很关键的东西了 就是 我们的左方 这个 从文件夹 这里有个文件夹 图库 这里就是很重要的东西了 然后首先图库这里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对话框 我们点击绘画以后 这里有一个绘画文件夹 就是我们刚刚新建的一个绘画 然后分别里边有几个几个 比如说捕捉文件夹 就是我们刚刚拷贝的文 拷贝文件进去的这个文件夹 对吧 然后选择文件夹 这里面暂时还没有东西 然后输出位置 输出位置就是我们待会 假如说 把这张图调了以后 我们要导出图片 导出PSD格式 导出TIF格式 我们都会在这个位置出现 然后拉进文件夹 就是我们删掉的文件 这个顾名思义 然后下面下面这几个绘画图集 这些东西都是 比如说它就是你平时 比如说你已经选择了几个绘画 那在这里它就会出现 方便你平时找一些东西 然后下来就是系统文件夹 系统文件夹就是 比如说你的一些图找不到了 然后你可以通过这里 通过这里可以去 重新找到它的一个位置 它也会在这里显示出来 都是很简单的东西 然后再下来 图库下来就是过滤器 就是我们在Lightroom里面 讲到的打星标 就是我们在选图的时候 比如说一星二星三星四星 它的那个快捷键和Lightroom 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一星级 你就按一下键盘上的一就可以 然后二星级按二 然后三星级按三 依次乐推 然后比如说还可以给它的照片 打一个红色的星标 橙色的星标 这里选择性会很多 下来你们可以去试一下 很简单的 都是很简单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来打一个星标 比如说我们现在拍完图以后 我们要选图了 对吧 好 选图 比如说我们选张图 我们可以先浏览一下 这张图 我这里要说一下 因为我们平时拍片的话 屏幕的比例 屏幕比例 因为这样看的话 这个浏览的 这个预览的图会很小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调整一下 比如说好像是在 我看一下 看一下 查看里边有一个 将浏览器置于右侧 好 这样看 这样看是不是舒服多了 就是它的屏幕会更大一点 就是预览的图像 好 我们往下看 比如说我在选图的时候 这张图觉得可以打个一星 我这里就讲快一点 其实和蓝图论 其实是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图可以一星 这个图不错 一星 这张图是我刚买了相机 那天遇了个妹子去拍 结果拍得不好看 感觉还没有修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好 比如这个图觉得可以一星 这个大概一星 好 一星打了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在我们的左手边 这里一星的位置 看到没有 这里一星这里有一个五 我们点一下这里 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选的五张图 已经出来了 对吧 我们就可以直接 在这五张图里面去修改照片 我们直接就可以在这里修改照片 然后呢 如果说我们这里筛选出来的是三十多张图 然后我们只需要十五张图 那我们又打二星 在这里边再去选一次 比如说这里 这张图更好 二星 这张图不行 不要 这张图可以二星 这张图可以二星 好 那我们选择二星以后 在这里又选择二星的三张图 又在这里了 然后好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编辑 对吧 现在卡吗 一一是什么意思 不卡 好 可能是我这边网速的问题 我在宾馆没办法 是用的公用的网络 好 这里是我们在管理图库的一个对话框 这里 然后进入这里第二个有一个相机的按钮 对吧 就是我刚刚说的连机 比如说我连机以后这里就可以用了 现在不能用 比如说我还可以在这里去操作它的快门 它的可以去调它的感光度 调它的光圈 都可以在这里进行设置 都可以进行设置 有喜欢比如说喜欢室内摄影的 喜欢做高端的 可以在这里用一下 这个功能是挺好的 然后最下边有一个CapturePILOT 这个软件就是我刚刚说的iPad的一个客户端 你直接去去那个苹果商店就可以搜 就可以搜到 安装以后在同一个互联网下 同一个WiFi下就可以用iPad直接去浏览你刚刚拍的照片 这个也是很方便的哈 好 重点来说第三个第四个 第三个第四个 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三个圈 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三个圈 这三个圈就是相当于三原色 三原色就是调颜色 主要调颜色就是在这个对话框里边 然后后面有一个直方图的样式 对吧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直方图的一个样式 它就是控制曝光 控制咱们的曝光 就是这两个软件主要就是组成我们平时拍片的一些最常用的一些东西哈 一个颜色 一个曝光 这两个东西很重要 然后我先来讲曝光 曝光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先选择曝光以后 一般来说我们先调曝光哈 然后再去调颜色因为你先调了颜色以后你再去调曝光就就会发生改变 然后那我们先调曝光然后再去调颜色那肯定就没有多大问题哈大家记住 然后打开曝光以后这里有一个直方图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可以看到应该可以看到有什么问题是吧 看直方图可以看到高光明显是不够的亮度不够你看高光区域这里还有很大一个空 那我们就要调整它的曝光 因为我现在在录视频所以说这个软件会反应有点慢 大家将就一下啊 你看我这样调了曝光以后你看这里撑的差不多了对吧 然后 来教员你的中间部分还没有下去对吧 那我们加对比度 不知道来教员你的是上节课我讲的课哈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很重要的 我们在调小清新很多时候 其实我 我是觉得哈 为什么我要讲下节课就是 我这里提一下 因为我觉得最近最近一段大家的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的片子都是灰度太高 灰度太高就是存在着存在于画面感觉会很脏 这点这点的话就是要我们就是要在对比度和曝光控制上面去去多花一点功夫给大家讲 你看我这样把对比度一加然后曝光一加加出来以后你看稍微来照原理就出来了对吧 阴影部分也有了 然后可以再稍微加点曝光 加点曝光以后 然后我要这里说一下 我一般来说我们调对比度的时候 它其实是和饱和度 它有一定的关系 什么关系 就是我们调对比以后 我们可以观察到它的颜色会变深 就是颜色浓度会更高 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加饱和度以后 假如说环境光 环境是很 饱和度很高了 那然后我们就适当的去减一点饱和度 因为它们之间是存在关系的 所以说我们加对比 记得要去减饱和 这个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至于减多少 那个看你自己了 加了对比 就记得减一下饱和 对三原色 好 那现在我们观察直方图 可以看到高光 高光的细节还不够 对不对 说错了 暗部的细节还不够 看直方图看到没有 暗部细节不够 那我们现在就是高动态范围 这个就是和Light Rule里边的高光和阴影的控制一样 它这里只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高光的修复 一个是阴影的修复 高光修复就是你的高光过爆 对吧 那就可以用高光去修复它 这里我 这里没有爆 所以说不用去动 然后阴影 我们可以看到黑色的头发这里 对吧 都已经死黑一片了 没有什么细节 那我这里就要用阴影修复 对黑色的地方进行一些修复 反应有点慢 好 这样修复以后 你看黑色的 比如说头发的一个高光细节就已经出来了 对吧 它看起来不是一团死黑的 这样修复一下 好 可以适当的再增加 修复以后再增加一点对比度 这几个工序是配合起来用的 配合起来用的 不是说 调了阴影过后 你就不要去动对比了 不是那样 你调了阴影过后 它的画面灰度又会增加 对吧 那我们再加它的对比度 这几个工具是配合起来用 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好 这样去 做了以后 然后下面不是还有一些清晰度啊 还有一些构造啊 这里我不去动它 为什么呢 因为清晰度是做效果的 做什么效果 比如说 你要做很复古的胶片感 对吧 那那个时候我们肯定就要降它的清晰度 比如说我要做那种很胶片 很胶片很复古很复古很老的那种照片 那我们就要去适当的去降低一下它的清晰度 这样的话 然后再去加一点噪点 那肯定 肯定画面的感觉就肯定会 会好很多 那如果说我们处理一般的照片的话 一般都不要去动它的清晰度 或者是你可以适当的去增加一点 也是可以的 这个没有什么定论的哈 好 那我们现在得到一个准确曝光的照片以后 那我们就要去调整它的颜色了 对吧 好 调整颜色 首先调整颜色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白平衡 白平衡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重视 虽然说它是非常简单的 也是非常有必要去知道的 我们在一组照片 到底是修冷色调也好 修暖色调也好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先定它的色温 比如说这张照片 如果说是我的话 我会先看一下 比如说我调到冷色调 看一下是什么效果 对比一下对吧 哎呀这个反应好慢啊 那我在录视频 冷色调是这个样子对吧 那我再加它的色温 加成暖色调 我再看一下是什么效果 好 哎 这样看起来暖色调更好看对吧 好 暖色调 暖色调 看完 然后我在这里说一下色温 色温 冷色调是偏蓝 对吧 大家都知道 然后暖色调 是偏红 偏黄 对吧 偏层 应该说是偏层色 然后色彩 色彩是什么东西 大家应该平时有观察 色彩往左边走 它就是偏黄 往右边走就是偏红 所以说这个对于肤色控制这块 色彩这块 大家要注意 这张是正常的 所以说我不会去动它 好 然后我讲一下 白平衡调完以后 这个整体的调子 基本上就出来了 对吧 基本上就出来了 然后我会对整体的 整体的一些东西 进行一些细微的调整 我在这里给大家讲几个工具 都是非常实用的 都是非常实用的 第一 你们不是想看什么优势吗 第一就是色彩平衡 色彩平衡是怎么用 在这里色彩平衡 它的色彩平衡 阴影中间调高亮 分三个区域 对吧 我们可以在这里 可以选择掉 PS里面的一些 一些调整方法 直接可以在这里调 比如说我把它的阴影加蓝 那我在这个色相盘里边 我往它的蓝色走 就这样去走 往蓝色走 你在这里可以直接去控制它 暗部的颜色 暗部的颜色 比如说 我想让它更靠蓝一点 我就往这边外面多走一点 它就更靠蓝色 暗部 然后你想只让它偏一点点 你就往上面走一点 多靠近中心点 这是暗部 暗部颜色的一个处理法 然后高光色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高光 我想让它偏点蓝色 对吧 看到没有 它这里 原本的辐色是偏黄的 那我往这边靠以后 它的辐色 就在往蓝色靠了 这是非常方便的一种调色方法 非常非常方便 很直观的就可以去控制 它的一个高光颜色和阴影颜色 包括比如说 我想调一种红红的胶片色 对吧 高光 那我可以直接在这里 就对它的颜色进行把控 直接在这里 就可以进行把控 这里调和PS里面调有什么好处呢 这里调对画质是没有损失的 因为是入格式 这就是它的好处 而且你调出来的颜色会很自然 然后我们在调这个色彩平衡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你越往边靠 它的颜色浓度就会越重 所以说我们对它的把控也会 也会要要更更那个 更怎么说 更严谨一点 所以说我们一般在这里加颜色 给高光和阴影加颜色的时候 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 因为我们在后期进PS里面 或者是在后期 还有很多空间去调 你现在如果说把它的颜色调死了 那我们在后期在PS里面调的那个空间 就不大了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定基调的时候 只是稍微去动一下它就可以 不要太大 包括中间调也是可以在这里调 比如说你觉得整体偏黄了 那我靠蓝一点 对吧 它整体的色温就冷了 这就是非常非常便于方便的一种 一种管理方式 然后 然后 比如说黑白 黑白一般不在这里 不在这里调 不建议在这里调 然后下面有一个颜色编辑器 颜色编辑器是什么东西呢 也就是 和Nightroar里面那个 分别对它的颜色进行控制的一个工具 其实 也是蛮有用的话 比如说我想让它的黄色 背景黄色 有两种方法 我可以直接在这里选黄色 对它的饱和度进行控制 对吧 也可以 这里有一个 这个软件很强大的地方 就是它的吸管工具 很强 比如说 我想让 我想 变它里边的颜色 我直接在这里点吸管 然后点 点了以后 然后我就可以在这里进行饱和度 亮度 包括色调旋转 就是它的色相 通过这几个方式 来对它进行一个调整 这是很方便的 还有就是这里边 还有一个肤色 这个肤色 是什么呢 就是颜色编辑器里边 一个肤色 然后我可以用吸管 去点一下它的脸上的皮肤颜色 你看 现在它就识别出 它的肤色的样子 肤色是什么肤色 好 然后我就可以直接在这里 控制肤色的一个亮度 这多了一点 多了一点 可以单独去控制它的亮度 还有就是 我觉得它黄了 对吧 我减它的饱和度 让它更白皙一点 还有就是通过色相 可以往红靠也行 往蓝靠 往黄靠也行 这里都可以进行一些细微的调整 可以进行一些细微的调整 好 然后 然后我们打开曝光里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等级 等级是个什么鬼 等级这个东西就相当于 怎么说呢 就是 类似于曲线 但是比曲线好用 怎么用 首先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还是分为RGB 红通道 绿通道 蓝通道 是吧 三元色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类似直方图的样子 类似直方图 类似直方图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几个点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比如说靠左边 上边 左上表的 它是控制整个画面的灰度 看到没有 如果说我往这边提 它整体的亮 它整体的一个 灰度的细节会往上提 就是往白走 就是我们可以 比如说我们要调一些胶片 很复古的照片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手段 然后相应的 右边的 右上角的 就是控制高光 可以稍微压高光 可以在这里压 压出来也是很自然的 压出来也是很自然的 然后相同的 下边 左下角的就是控制暗部 暗部 比如说你想让它更暗 就这样去调 这边也是 比如说亮部 你想让它 你想让它高光的地方 更突出 对吧 你可以在这里去 提它的高光 好 然后 后面三个通道 就是很重要的东西了 比如说 比如说我要调 因为这个图本身就 色温有点高 这里不好做 比如说我要调一张 时尚的片子 我想让它的暗部偏蓝 那我就在左上角 给它的暗部加蓝 加出来的效果是非常自然的 看到没有 这样你看到没有 这个调子就是非常接近那种时尚的颜色 然后比如说我想高光加黄 那我就在蓝色这边 往黄色靠 这个调子就是非常时尚的一个调子 对吧 好 那假如说我要 比如说我要修一个小清新 对吧 小清新众所周知 比如说日系小清新 我像我想让它的高光 或者整体来说的话 偏一点青色 或者是青色的调子 大家知道青色是由什么颜色组成的吗 说说说看 我看一下大家对于色彩 青色 青色是青色 青色是什么颜色组成的 对绿色和蓝色 那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对绿色和蓝色进行控制 比如说绿色里边 我加点绿色进去高光 这里有可能不会很明显 因为这个片子本身 它就有一点 色温有点高了 不是很适合小清新 那我们在这里蓝色再加一点 这样加 这样加以后 然后我们如果说调日系小清新的话 就会很直观地看到 那个小清新的色调就出来了 就是这个样子的 待会我会举例子给大家 修几张片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道理 然后中间这里有一个控制点 就是控制中性灰的 顾名思义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直方图 其实我们是在控制直方图的一个关系 控制直方图的一个关系 好 这个就是等级 等级 做等级 这个是light rule里边没有的东西 然后曲线 曲线就不用说了 其实用途都差不多的 曲线 好那我继续往后讲 刚刚那几个工具 虽然说 都是很有用的 好我们往后面讲 镜头校正 镜头校正这个很简单 不要讲 大家下来去研究一下就行 还有就是 彩剪工具 这里彩剪工具 我要说一下 比如说 这里可以选择很多比例 比如说1比1就是正方形 对吧 2比3 3比4 这些都是中画幅相机 大画幅相机的一个尺寸比例 对吧 比如说我要选择1比1的中尺寸 那我就在这里这样去构图 看到没有 一个中心的尺寸 初学者肯定会 这个时候 比如说你点回车也好 你点 你点那个空格也好 他都会不会对画面 产生什么作用 还是这个样子 因为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 他对于 这个剪切 如果说你要运用剪切的话 你要在这里 有一个删除污点工具 你要点这里 然后他才会作用 因为我在刚刚用这个软件的时候 我就是用这个剪切工具 我到处剪了以后 我到处找 又是按回车 又是按空格 怎么没有反应 就要找半天 才是这个原因 选择这个清除污点 好 这样点了以后 然后他才会起作用 然后旋转这些都不用说了 大家下来去告一下 去试一下就行 很简单 比如说提心效证 这些都是很简单的 我这里还要讲一下 有一个涂层 像对加工具 锐度这些都是很简单的 下来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噪点也可以在这里加 然后我要在这里说一下 这个工具 这个对话栏叫本地调整 本地调整是个什么意思呢 本地调整就是 它和来头路里边 其实有一个工具是很相似 但是这个工具我觉得更好用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背景图层 对吧 那假如这张图我想对他的 我觉得其他的曝光都是非常正常的了 那我要对他的头发进行作用 那我怎么用呢 背景调整这里有一个加好 好 我点一下 相当于就是新建的一个图层 就和PS里边一样 新建以后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几个选项 这里有一个画 绘制遮罩 就是画笔的一个样子 绘制遮罩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 相当于PS里面的画笔 我们要选择它 对吧 我们要这样去画 对吧 这里有一个绘制画笔 那我们就把它的头发给选出 然后比如说这里 我还可以去选择它的硬度 它的流量 薄透明度 这些都可以去控制 比如说流量 硬度 还大小 好 比如说我要选择它的头发 我就这样去选 打个比方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它是通过图层 通过图层 我觉得比lightroom里边的 那个选择工具 要更加好用一点 稍微更加好用一点 我最近修片都是用的这个 我都没有用lightroom 我觉得这个工具 用熟练以后更加好用 而且关键是有一点 就是我现在不是用的 索尼这个相机吗 它拍出来的原图是 4200万像素 哇 这个确实太大了 那个文件 你在lightroom里边去修 修了以后用PS打开 太大太大了 然后这个软件就有个办法 我先讲这个 图层 我现在先选择一个图层以后 选择以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 对我们刚刚的选区 进行一个选择 一般来说 比如说像这种 暗部发黑 黑死的照片 那我们一般都是调整 它的高动态范围 比如说它阴影 有点死黑了 我们就来这里 加它的阴影 直接这样加上去 直接这样加上去 可以 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 它的那个头发 你看它的细节 就已经出来了 对吧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去 细微的调整一些东西 通过这些 细微的去调整一些细节 这个图层 因为大家PS都经常会用到 所以说对图层的理解 可能会比 lightroom里边要 来的好用一点 然后可以控制它的曝光 对吧 然后对比度 这下来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亮度 然后饱和度 这些都是一个一个道理 好 然后如果说你不想要这个图层了 直接点则图层一 这里有一个减 好 直接把它删掉就可以了 直接删掉就可以 很方便的 很方便 好 那其他的东西都是非常简单的了 非常简单的 那我们在 比如说 其实我们修图 基本都是用到这些东西 没有其他的了 没有其他的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 要把它导出 那怎么导出 很简单 我们选择它以后 然后我们点击右键 点击右键 那我们现在就是输出 输出怎么输出 就是点击右键 里边有一个 里边有一个输出 输出里边有一个元件 元件就是你没有调整过的 然后变体 变体就是你调 调过以后的 只是它的叫法不同 那我们现在就是 选择变体 选择变体以后 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那我们怎么选 比如说输出的位置 就是我们的输出文件夹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它子文件夹里边 不是有一些输出的文件夹吗 这里就是输出文件夹 比如说 子文件夹可以不管 不用去管它 然后路径 就是你可以看一下 路径是否正常 是否正确 然后输出名这些 可以你自己去命名 这个没有 没有多大问题 没有多大关系 然后这里导出配方 这里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比如说我们平时 在这里修完以后 我们要进PS里面去修 我们一般选择PSD 或者是TIFF格式 这两个格式有什么区别呢 PSD它的文件 稍微可能要小一点 稍微小一点点 但是它的那个兼容性 只有通过PS可以打开 其他软件是不行地 但是TIFF格式 它同样是带有图层 同样是没有压缩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格式 但是它是很通用的一个格式 什么软件 包括浏览器 包括咱们Windows 还是苹果的一个 看图软件呢 都可以打开TIFF格式的文件 它的通用性更广 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 它的文件会稍微有点大 比如说你用2000万像素的 然后你修章图 然后图层很多的话 可能会达到一个季 两个季都有可能 所以说这个两个都行 至于你选哪个都可以 我是建议PSD PSD因为稍微要小一点 然后八位深度 配置文件这里 我要再次强调一下 很多很多 很多修了一两个 今天下午还有个同学 修了两个月的片子 它总是说 哎呦我的片子调出来好好看了 然后导到手机 就颜色就变了 调了两个月 还没还没知道 是什么原因 就是这个配置文件的问题 这里一定要选择SRGB 一定要选择SRGB 然后分辨率300 可以不变它 刻度不变 然后重点是 这里有个百分比 百分之百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现在 即使试用的 4000万像素的相机 在拍摄 那我导图我可以直接导一半出来 比如说我导个50% 那就只有2000万像素的相机了 那我的电脑 那我的电脑我在修图的时候 就不会那么卡顿 对吧 或者是直接 因为我知道这个相机像素很高 那我直接选择40% 40%也可以 这样导出去的照片 它就没有什么8000多乘以5000多那么大 可能就是5000多乘以3000多了 那个尺寸 那个这个样子的话 就很便于后期 咱们在修图 对吧 就不会那么大了 然后直接点输出 你看 它就弹出一个对话框 就直接把文件输出去了 好 等它输出 好 文件已导出 我们现在就通过资源管理器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比如说我刚刚建的一个12月28号绘画的文件夹 output 应该就是输出 你看这里边就有一个psd格式文件 我们可以看一下输出的 也不是很大 对吧 12.8兆 完全可以接受 而且像素也不会很低 当然这个百分比是通过 是根据你相机的一个像素 比如说你是2000万像素 那你就设置一个70% 80%就可以了 对吧 如果说你是4000万像素的一个相机 那你肯定就要设置50% 40%都可以 不然的话 你的 你在修图的时候就会很痛苦 渲染一个东西 比如说用一个滤镜 都是很慢很慢 肯定受不了 对吧 这样修出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进ps里边 再对它进行一些皮肤处理 然后再进行一些涂层的处理 然后就会很快 修图就会很快 然后我再说一下 比如说我这张图修了以后 另外的图我怎么去作用它呢 这里右上角有一个向右上角的箭头 就是复制 复制我现在修个的图 然后你再选择你想要修个图 然后你点左下角的一个箭头 就是粘贴上去了 就是刚刚你修的图 所有的东西都会粘贴到一个新的项目上面去 你可以也可以多选 多选的话你就配合 刚刚我说的这个 左上角有一个这个符号 你可以多选 然后再对它进行应用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没有选择这个 那就只能会对单张进行作用 好 然后这里有一个视图 视图是怎么滚 这里是图 比如说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四个东西的 那我就选择两张图片 它就可以选择 它就可以同时在 同时在一个画面 一个预览的大框里面 显示两张图片 比如说我把这个取消 我把这个取消掉 你即使在这里选择两张图片 那这里主的预览框 它还是只有一个图片 好 然后最后一个这个是缩小 为什么有这个选项呢 就是我们平时在修图的时候 它有时候 比如说这些东西 上下左右的东西 它会对你的视觉有干扰 那这个时候我们去点一下它 它就会稍微缩小一点 这样的话有便于咱们修图的时候 有帮助 对啊 看起来更舒服一点 好 软件大概就是这里 那等一下下半段的话 我就用这个软件修几张 修几张图给大家看一下 那休息五分钟 好了 那继续上课 继续上课 那我现在就来调两个小清新的片子了 哦 我还要说一下 我还要说一下 就是 比如说 我们在 我们在 我们在每次 怎么去管理 比如说我们刚刚那个图 我们 我们每次 比如说有一些新的 新的那个 比如说我像 这张图我修 这套片子我修完了 我还想 我想 我想返回到 比如说我28号修的 29号的已经修完了 我想返回到28号修的 那我直接在进文件夹里面 它有一个绘画的一个文件 对吧 我直接双击它就可以进入这个绘画 非常方便 我直接双击它就可以进行绘画 然后在这里去选择 比如说我的绘画 绘画 我的那个什么 那个文件夹就可以 比如说我的不做文件夹 你看 我这要双击一下 我这要双击一下 它的那个 呃 一个绘画的文件 它就会出现 就是非常方便管理 就是不像Literoo里面 比如说有 很久的 很久的照片 那我没有去用了 然后我我把Literoo 我把那个Literoo重新装了以后 那这些东西就会没有了 新标这些完全都会没有了 这个不会 这个只要你 只要你进进了绘画 那它在绘画框里面 绘画的文件夹里面 就会出现一个这个文件 Capture1的一个文件 你下次用 你即使重装软件 你下次用 你的新标 你的你的所有的调色 它都会在这个里面 它不会掉 对吗 这个东西就 我觉得就是很很不错的 对 有时候换电脑就没有设置 但是这个不会 这个有这个绘画文件 你只要去双击它 它的Capture1就直接会打开 然后你就直接可以 看你以前的修图 你可以看以前的新标 这些都在里面 很很 这个就是一个很牛逼的一个东西 好 那我现在就是 我先修一张小星星 因为最近我看大家片子 一些小星星有点问题 然后 然后我再修两张同学们 刚刚发过来的照片 先修一下 随便 随便修两张小星星 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日式小星星怎么修 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小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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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有点慢 后半捷克的话 可能电脑反应不会那么快 好 比如说这张图 我应该怎么去修 首先 还是我刚刚说的 看直方图 反应有点慢 直方图出来以后 我们先观察 亮度都是够 可以稍微加一点点 然后对比度不够 没有中间没有下去 只有中间下去了 你的片子 你的片子 你的片子才会有质感 你想要追求质感的片子 那你一定要让它中间下去 这个是定律 因为我现在看我们 很多时候修的小星星 小星星的片子 说实话 你要想你的小星星片子 出彩 要想你的课片 接的多 那你就稍微 稍微亮一点 真的 这个是定律 不是说 我觉得小星星的话 就是要亮 它才好看 我以前就是 会往日系方面去挑 但是我现在 我在定基调的时候 我肯定会先 把它的质感 做出来以后 然后我再去 做它的日系曲线 那些东西 前提是我先让它有质感 这个质感出来以后 然后咱们再去说 怎么去做日系曲线 怎么去加灰度 然后你如果说 在没有这个质感 没有这个对比度的前提下 你去做那些东西 做那些事情的话 那肯定你的画面的灰度 就会过高 会很脏 那我现在就是要纠正这些东西 我之所以开第三期基础 基础班 就是要修正 我第一期第二期 讲的一些东西 那个时候的一些思路 我觉得现在我的思路 更加成熟 所以说 我会开第三期班 去纠正第一期第二期 同学们的一些问题 当然 其实我开第三期 主要就是说 我估计报名的人 会不是很多 但是我主要是想去纠正 第一期第二期 那个时候讲到一些问题 好 这样做了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还可以稍微加亮一点 这亮了就好看了 好 亮了以后 比如说阴影细节 头发可以做一点 阴影细节 这里有点偏高了 对吧 那我就提点阴影 让它的细节更丰富 等一下 我们等一下直方图 有点慢 高光 高光还可以 高光可以 我们就不去动它 然后加强对比度以后 适当的减一点饱和度 看没有 我觉得高光 中性灰还是太多 那我继续再提对比度 大家可以看到 提了以后 画面 它的皮肤质感 包括 它头发质感 这些都会好 但是会有一个 黑死的一个状态 那我就是提音影 那个时候 我叫提音影 我们在提对比度的同时 它会黑死 那我们就去提音影 相应的一个辅助工具 提了对比度以后 减宝盒 就是定律 减了宝盒以后 你觉得不够 然后再加 我是讲 以前讲过 小清新就是要妹子 你妹子好看 你稍微 你像这样去动一下 也是一张好片子 对吧 你稍微在 用小清新磨皮法 你把皮给它磨得很光滑 那不是这张片子就出来了吗 对吧 其实很重要的时候 小清新真的是皮妹子 好 我把音影做了以后 对吧 那这张片子 它整体的一个奶罩 稍微就出来了一点 稍微出来了 当然中清风还是有一点高 这个不用管他 可能是背景的原因 但是我现在觉得 人物的对比度是够了 再加的话 可能就会过曝 对了 然后直方图 是我们一个辅助的东西 但是它不是绝对的 不是绝对的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里的阴影部分 稍微又空的多了一点 对吧 那可能就是阴影题多了 稍微降一点点 好 这样 这样更出质感 这样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对比度更强 更好看 好 然后我们对颜色进行把控 假如说 我举个例子 假如说我们要修日系曲线 好 这里应该怎么修 那我就稍微降点色温 日系偏稍微都有点偏冷 对吧 稍微偏冷一点 环境 你看环境冷下去就稍微可以了 皮肤不要让它太冷了 我们在调片 调清新片子的时候 一定要去注意哈 我现在看到很多人 把清新片子调得很怪 特别是我们班上的人 就是 因为我在第一期讲的时候 我去给他们讲 我们 我去给他们讲 如何去做基调色 比如说去调高高的颜色 去调阴影的颜色 他们没有把控好 知道吗 没有把控好以后 就会感觉 你如果说没有把控好 那你调出来的东西 肯定就不行 就不好 就会很脏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要纠正 你在调小清新的时候 你首先来说 你先把它的色调 给它做 给它做正常 然后你再去变它的 其他东西 好 这里色彩平衡 可以做 可以做 因为我是不想在这里做 那我现在先试一下 在这里做怎么样 一般小清新高光部分 都是偏蓝 偏青对吧 蓝和青往这里靠 看到没有 整体的调子这样一走 它的蓝金色就出来了 好 出来以后呢 我再稍微细调一下 出来以后呢 我再用 我再用这个 等级 去做一下它的高光 还有就是 就是暗部 这里调成蓝色了 我再在RGB里面去动 整体的 这样加灰度 这样去压高光 我直接就可以在这里 不用通过PS 我直接就在这里可以做出 日系 日系小清新的一个 一个做法 好 这样做了以后 然后 比如说 我在青色里面 我先在这里 把它取消掉 我要说一下 这个软件 还有一个很 很牛逼的东西 就是它可以 比如说色彩平衡 我如果说不想动了 我可以在这里 色彩平衡 这里有一个 你看它的每一个工具里面 都有一个 回复到最初的设置的 一个小东西 小箭头 对吧 如果说 我在中途 我不想用这个色彩平衡了 我直接可以在这里 把它还原成 最初的状态 而其他的东西没有变 比如说白平衡 这些我没有变 我只是去掉 它白平衡的 一个最初状态 可以直接回复到 一个最初状态 这个就是一个 很牛逼的东西 好 我的色彩平衡 这里取消掉以后 我在等级这里 做日系的颜色 比如说 蓝色部分 我们中途周知 青色是由蓝色和绿色 组成的 那我在蓝色先靠一下 然后再用绿色先靠一下 是不是 这样的话 你看小七星的颜色 小七星的颜色 它就会出来 日系的颜色 日系的调子 多了一点 一定不要多 这些东西 其实润色的话 其实都是适当就可以 不要去过多的去做 做多了以后 就会不是很耐看 好 然后适当的降一些 饱和度 日系的 日系 日系片的话 饱和度一般都不会太高 然后我们再通过 颜色编辑器里边 可以对它的一个环境 环境的东西 做一些处理 比如说 这个绿色部分 我用吸管吸一下 然后可以加强一下 它的饱和度 减一点霜 可以去观察 减一点绿色 绿色的饱和度 比如说这里 这个绿色 我想让它更黄一点 加一下饱和度 然后旋转 让它更黄一点 这边靠着黄色 这样更好看 这个绿色就好看了 看到没有 这样去动一下 再加一下饱和度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这样的话就更好看 然后 然后再做一些细条 比如说 阴影部分还可以再提一点 本来小七星的阴影 它就不会很重 可以稍微把阴影再做 做强一点 你看这个 这个样子的话 你看它本身的一个 小七星日系的调子 就已经在这里做出来了 看到没有 基本上就已经做出来了 然后你还可以对它 对它的皮肤啊 这些东西进行一些微调 比如说这里我选择肤色 选择皮肤 然后可以加一点 它的亮度上去 更白皙 这个要慢慢自己去擀去 很简单的 好 这里做了 我还可以 不是有曲线吗 再加一点日期曲线进去 多了一点 一定不要过多哈 多了就会感觉很怪 这样提了灰度以后 你会感觉 哎 有点灰啊 然后那我们再 加一点对比度 这几个工具 都是配合起来用的 我们在修图的时候 就是要去观察 所以教你们黑白上色 就是要你们多去观察 这张照片存在什么问题 那咱们就是用这些工具 去解决它 好 你看这样的话 你看日期调子 基本上就是这样出来了 看到没有 可以回复 我先复制一次 然后我先复制 然后大家可以看 这个是没修过的 然后我把这个复制进去 修过了 对吧 一下子感觉就OK了 诶 群的对话框在哪儿去 大家理解了吧 日系的调子怎么调 我给大家截装图 其实还可以 这样修出来就是很好看 这样稍微去修一下 然后这是没修过的 对比这张算 就是这张上面修的 这修过的 这是没有修过 你咋觉得原品好看 然后你再进去PS里面 去磨皮 做一些细小的 一些细微的处理 就OK了 王伯伯你让我情何以堪 开玩笑的 好 那我现在再修两张 同学们的片子 诶 这个是修过的呀 我要原拼 没事小伙伴 不要了 因为今天晚上的时间有限 我先 他们也翻了几张 我先就修他们的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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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张图 我看是Raw 诶 这个是索尼的文件 这个是补丁的吧 应该是 好 我们随便修一张 我先说一下 有个工具 我们可以观察到这张照片 它的高光部分是有点过 是吧 那还有就是 它的对比度是很灰的 我们看一下直方图 对比度中性灰 你看好高 然后 嗯 阴影部分是没有细节的 看到没有 阴影部分你看好灰 所以这张图是有问题 那我们现在就是 这个软件 这里有一个自动调节功能 就是在它的右上方 右上方有一个A 它可以对一些照片 进行一些它软件的分析 然后再进行调图 那我们直接点一下这个 它就会自动调整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高光回来了 然后 它的对比度也有了 然后我们再在这个基础上 进行调整 就会好调很多 都是一个软件的自动 自动处理的一个小工具 还可以用一下 好 我看一下修哪个 我先试下这张图吧 我先用这个试一下 诶 这张动了一下 还可以 好 这张图我先来看一下 直方图还是中性灰 太灰了一点 加对比 奶照没有出来 好 我们现在观察直方图 暗部黑死 高光亮死 对吧 高动态范围 亮部修复 这些白色的东西 好 看到没有 高光出来了 对吧 诶 索尼这个宽容度射挺好的 这样都没死 好 高光高光出来了是吧 暗部 暗部也要拉 看到没有 暗部也出来了是吧 诶 这个索尼确实不错 好 多了一点 我们在观察直方图的同时 也要去观察画面里面的一些元素 直方图只是拿来参考的 再加对比 然后提亮度 这样看的话 这个奶照就是越来越明显了 然后提了对比度以后 然后降宝盒 我们现在观察到那个 亮部稍微有一点 有一点 再用亮部修复修一下 好 我们可以通过这几部曝光的修复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 调出来以后 至少来说我们整体的圆片是好看的 至少来说我们的 我们的圆片它是很好看的 我们通过这个奶照原理 看到没有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先复制一下 粘贴一下 免得到时候 好不用管它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圆图 我们没有通过奶照原理的 它的圆图是确实不好看的 对吧 好 那我们就进行颜色方面的一些处理 首先还是最关键的 白平衡 我们首先要定它的基调 像这类照片的话 我觉得稍微冷一点可能好看 其实暖一点也是很好看的 主要是 这里的话 首先 首先我要 如果我在 看一个片子的整体的话 我是 还是要先看 比如说天空和肤色 要先让它正常一点 也不能太懒 像这种片子的话 就是要靠正常 也不要太暖 也不要太暖 因为它本身里边的元素 冷暖都有 所以说你如果说稍微往哪边偏多了一点 那它就不会好看 好 然后我们再观察 它的皮肤有一点 有一点 黄 是吧 用肤色 修一下 减一下饱和度 提一下亮度 稍微提一点点 好 然后 你看肤色现在正常了 对吧 肤色已经很正常了 再磨个皮 就是很好看的肤色 再提亮一点点 好 我现在再用色彩平衡 色彩平衡去 稍微 稍微调一下 比如说 高光色 稍微往暖色走一点点 阴影 稍微往灰色 稍微走一点点 做一下等级 可以不错 其实等级都可以不错 然后 饱和度稍微再修复一下 然后 色彩编辑器 里边 对单独的颜色 看一下 怎么去控制它 我观察一下 感觉绿色方面的话 绿色不是很好看 黄色偏一点点 这样偏了 可能稍微好看一点 多试一下 这边绿色 嗯 不好看 黄色还是暖色好看 觉得太燕的话 减一点饱和度 再黄色走一点 嗯 多了 好 这样修复以后 就差不多了 我觉得 因为其他东西 你动多了以后 它会感觉很怪 所以说 其实圆图的颜色 就挺好看的 所以说这样的话 你就完成在Capture One 里边的一些修复的 一些修复的东西 我觉得这样的话 就挺好看的 然后在PS里边再去 稍微做一些微调 摸下皮什么的 这个小清新 就这样去修 就OK了 有时候不是说 非得要去 把它修得很怪呀 高光去给它 添一个什么颜色呀 然后暗部 再去给它添一个颜色呀 嗯 其实 其实照片好看了 其实就没有必要了 其实有的东西 嗯 对 诶 你们觉得很灰吗 我觉得很 我觉得很亮啊 哈哈 这是我显示器的原因 我这里觉得很好很好看 很好很好看的 对啊 因为我 我加了一些对比度的一些东西 我看直方图应该不会灰啊 奶照都已经出来了 所以说这就是直方图的好处啊 你看原图的那个直方图 你们就可以看到 非常的灰 是吧 婷婷可能没有听上节课我讲的 奶照原理就是说 嗯 直方图 哎 你还是去看直方图吧 这里重复讲也没什么意思 好 这个也是补丁的是吧 那就修一张就可以 这张我看一下 什么鬼啊 脸怎么都挡完了 先自动修一下 哎 自动修一下就可以 这张图我看一下 还有什么修的 嗯 阴影也提了 提到了一点 对比 对比都不够啊 高光还可以加 暗部没有了 因为这张图本身它阴影就比较重 所以说你看直方图它可能会暗部这里死黑 这个没有关系哈 因为整张片子它整体是没有问题的 虽然说直方图它会死黑 但确实是这里的阴影 它本身阴影就是死黑的 所以说有时候直方图只是拿来参考的啊 这样去做了以后 然后你再去 比如说你进ps里边加几个点 然后再去修一下 再去提一下它的灰度 这样去提一下灰度 你看它的那个感觉就会出来 但是前提条件是你先把它的质感做出来以后 然后你再去提它的灰度 那你的照片感觉质感就会很强 而且复古的味道也会能出来 这样去提一下灰度以后 它的胶片感就出来了 对吧 然后你再可以压一下高光 做胶片 做胶片感也可以在这里做 胶片一般饱和度很高 对吧 把饱和度提一点 整体的饱和度 然后胶片一般是偏暖的 然后白平衡 往暖色走 冷暖关系 一定要从白平衡去调 这样的话更加 更加的那个自然调出来 会更加自然一点 好 然后再看一下 合度 稍微亮了一点点 你看整体灰度一加 一加 你看它脂肪图里面的暗部细节 就已经出来了 然后我再用 我觉得这个绿色太跳了 对吧 我们要学会观察呀 这个图有什么问题 吸管 吸它一下绿色 然后降一下饱和度 稍微降一点 稍微降一点 可以往复古的绿色靠一点 对 这样偏冷靠一点更好看 对吧 这样冷了就好看了 太亮了 这个是很好做的 然后我觉得地板的那个颜色 它重了一些饱和度 那我就在这里吸一下 然后我看一下 我先看一下 它会不会改肤色 会改肤色的话 我就建一个图层去改 先把饱和度降一下 看一下 你看对皮肤还是有影响的 那我就不在这里动 只要它影响到皮肤 只要它影响到皮肤 那我就在这里去做 比如说加一层 然后把这里给插一下 我觉得木的板的颜色太重了 对吧 那我在这里把它选出来 选出来以后呢 然后 嗯 在哪里去了 在哪里 颜色编辑器 诶诶诶 怎么 掉不出来呀 不能调吗 不能调无所谓 我直接在曝光里面去控制它的饱和度一样的 因为本来就是选择一个区 这个区 稍微降一下饱和度 你觉得它太跳的东西 你就在这里去选 亮度也降了 这样的话就是主体更加分明一点 好 然后呢 然后我再看一下 脸上的光有点太过了 脸上这里高光感觉稍微有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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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度降一点 好 这样做了以后 然后我再可以 比如说加一些颗粒呀 这颗粒 其实我还是建议在PS里面去做 做得更加自然一点 然后 其实像这种情况的话 你就可以进行导图了 因为 你想要修的东西 你都已经修好了 然后你就直接 进行导图就可以了 然后大家可以做个参考 这个颜色 你看这样去 把背景的这个绿色去动一下 它就会动得很自然 这样修出来就很好看 也可以看一下圆片的那个 圆片就是这个样子的 它这个吸管工具是很强大的一个东西 看到没有 这个绿色这样去 这样去调了以后 就感觉很舒服了 对吧 PS整 做颗粒在哪 可以通过CAMRU的那个滤镜 PS里面不是 不是有一个CAMRU吗 CAMRU就是 你可以在里面去做颗粒 也可以通过胶片的滤镜 也可以做 都可以做的 但是 我是建议 因为你要留更多的后期空间到PS里面 因为你还要去磨皮 对吧 你还要做皮肤处理 你在这里边加了颗粒以后 你后期去磨皮的时候 你就 它的空间就不是很大 所以说 我们要在 PS里面去留一点空间 所以说 就OK 好 那 今天晚上的内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内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就下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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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